如果可以 让我回到过去 我会努力做好那个你 如果可以 让我回到过去 我会努力做好我自己 reaction 2.0 咱们就是说这个 非常的感谢上一个视频 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爱和一集 以及最近关注我的朋友们 谢了 用更多boss们的要求 今天我会再来做一次这个reaction 而且大家可能也希望我多出一些reaction 我真的有这么搞笑吗 如果不搞笑 请把搞笑打在公屏上 如果帅气 请把帅气打在公屏上 有很多boss让我去做一个 boy story 的 how old are you mv 的reaction 所以我肯定认不出来他们哥几个谁是谁 不是 我又 我是 ok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 let's go 把使命必打打在公屏上 大家 going to let's go 我相信大家 狗狗在干什么 狗狗没听讲 受欢aban 小细节 这个喇叭上有b 我画风变得也太突然了吧 好好听啊 我已经不想认他们谁是谁了 我就想听歌了 韩语 韩语 哇 太好听了吧 舒阳太可爱了 换一下 换一下 舒阳太可爱了 继续继续 哇 这句好帅啊 不是我选择了舞台 而是舞台选择了我 不是我选择音乐 而是音乐选择了我 把无敌打在公屏上 这句词我喜欢 选择音乐 而是机会选择了我 不需要怕被温室模仿 真的就是真的不用多讲 不要白心的琢磨作样 人生不能只是做个国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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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狗狗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知道狗狗是四川人 他这句话还有点 四川的口音在的啊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 比较有个性 对吗 Lose contr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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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GO Lose control Lose control 太可爱了 拼弄这两下可以啊 我都不会 让人比害怕 无论负责的事在家 so baby no 马不住肩胶快 撑住 起身呼吸 无憾的声音距离越来越大 过途的水准备好就出发 we all find the song i will take it yeah can be like us just fake it yeah can be like us just fake it so don't call don't call hands up 全部都在问 oh no 无法停止 no way no way 这就是我的舞台 哇好好听 没有没有演啊真的我觉得很好听 就是 给了我一种就是 我当年 给了我一种当年我 喜欢big band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真的好就是这 这个reaction我可能没有 诶 Jesma 蛮突然的挺突然的这个 啊 啊 要上课了吧 哎呦 喂 哎呦喂 哎呦喂 啊 多可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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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没有演啊真的没有演啊我的天哪 本来我以为这期reaction 大家会觉得我任不清人或者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能认清他们哪每一个成员但是太震惊我了一呢他们那个时候年龄那么小二是歌很好听哦然后还有的就是他们这个作词我也很喜欢 就是好听到我只是想单纯的去欣赏一下这个mv哎呦然后什么呀真的太可爱了然后每一个人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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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一些小小以前以前自己的一些小小可爱的地方而且呢看了这个你就会发现他们进步真的特别的大当然他们现在就很好了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很小啊我从舞蹈的方面去说 呃年龄小的话对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各部分的控制可能会有一些欠缺呃但是这影响不大因为那个时候的他们能做到视频里这样已经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然后还有的就是哎就是很好很好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有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我都我都我看了我都来不了哎呦虽然太可爱了 这个这个这个how how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reaction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再去看下一个下一个看什么呢我去看一看评论好吧 刚才翻了很多关于boy story的视频然后我也看了一些本来是想从boss们发给我的这些推荐里面去找但是我找到了一个我个人特别想让大家看的一个短片那么这个短片是他们如果那首歌的一个相当于纪录片一样的一个短片吧 可能大家也看过了但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在我这里再看一遍我希望我的这个reaction可以给大家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当然了我希望它有正向的作用所以我们话不都说我们开始 Let's go 嘿嘿 我们做完这首歌 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感觉辛龙 还有子豪还有韩宇这三个人特别有大哥的感觉 对感觉他们真的很成熟 就是做事情方面和说话的时候 而且这个地方狗狗的眼神挺杀我的感觉眼睛里面有东西包括他们的经历也好包括他们想说的话也好包括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也好感觉都在这个眼神里面可能我说的比较抽象但这却是我感受到的东西 那么我们继续 书样还是很可爱 而且书样这个地方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眼神里是有一点悲伤在的 我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制片里能感觉出来他们经历过的成长的过程可能并不一帆风水 所以才会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吧 而且这个前奏是特别能够起人回忆和内心脆弱的东西的一种 的一段前奏吧 我个人而言 很抓心 真的很抓心 真的很抓心 我还有这个词写 子豪这个词写的真的太好了 我们再听一遍我们再听一遍 这我说句很很真实的话真的不像一个他们那个年纪能做出来的歌词 大哥这一段给我的感觉就像 就像是 他真的有想去抒发的感情 他想 能够更直接的告诉大家 他想要说的话 就是他是有内心的一股劲在的 韩语是有自己的那一份冲劲 他也希望能够去表达一些什么 这句歌词时间到底要欠我多久 就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了 我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他们这首歌的歌词真的不像是一个那个年龄段可以写出来的歌词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帮小孩能做什么 这帮小孩能唱什么 其实不是的 我个人觉得年龄不是衡量很多事情的唯一标准 不是说你这个年龄就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不是说你小你就不可以说这些话 你小就不可以去唱你想唱的 我可能个人会认为经历会是更多每个人不一样的原因 我再看完这个短片我再去听这首歌我会更有感触 我更希望如果有看到我这期视频的粉boy story的也好 路人也好 最近才关注到boy story的也好 我希望你们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他们 我觉得这就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一种支持了吧 如果戴上更多的眼镜去观察他们 他们可能也不会很开心 他们只是在做他们想做 他们也只是在唱他们想唱 他们只是在成为他们自己 把感动打在公屏上 我会努力做好那个你 诗儿 说的很害怕 你呢 是 书样写的这一段真的 看过我直播都知道那天我听 听完之后我 有落泪 就当副歌写的真的太好了 说写的太好了 心龙的flow 心龙的rap 我就不多说了 心龙的flow和rap 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 而且也是很真实的一种状态 而且我也能从他的歌词里感觉得到 他确实想做到 他的rap能够被大家听到 他也希望他能够站在舞台上 大声的去唱出他想唱的歌词 当然了我也不是专业的乐评人 我只是个人的感受 这个个人的感受 继续 泽宇这段也很棒 他的flow 泽宇这段不是说一下子砸到你心里 他是那种慢慢的 一下 一下 用每一个韵脚 然后每一个旋律的处理 去慢慢的告诉你 他想说的话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们下一次再写词的时候 不要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人把四个八拍 四个八拍 就这样分开 很分开 我觉得下次可以一个人唱一句 另一个可以 一个就是那个melody 我觉得就是编排有千百分 就跟那个 我感觉我可以变得更帅 这一段呢 就是关于他们听完这首歌之后的一些感想和一些希望有的变化 说直白一点 大家一定能看到他们对于音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他们也希望能够做到让大家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有感觉到不一样 我特别认同狗狗说的那句话 就是我希望自己的东西更多一点想法更广一点 歌谁都可以唱 舞蹈谁都可以跳 但是你的音乐 你的舞蹈 他前面加了一个你的 只有融入了你自己的想法 才会让这个音乐更加的真实 更加的属于你 个人看他 我们往下 就更广了一点 很喜欢他那个不屑 很有自己的感觉 把所有的这个词 感觉它是最生活最灵动的一种表达 你知道这一段就是子豪说的这段话给我的特别大的感觉就是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热爱非常热爱音乐的人能说出来的话 因为这这种东西他表达就是你没办法演出来 这帮小伙子 未来可期 给我往上顶 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而且我觉得这个 很洗脑 就是 谁写的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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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听一遍就很有 对特别有记忆点 听这个beat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伤心的beat 但是被我们显成了感觉很有希望的感觉 不真的还不至于很快 他就是真的 都不至于很快 给予人一种感觉 我们就写的主题是如果能怎么怎么样 然后 就是我们主要写的就是时间 因为感觉现在时间过得非常快 然后 就会有点 怎么说呢 对 就感觉会失去一些东西 这话 就这话 我都敢保证 现在二十来岁的人都说不出这话 真的 他们一定是有所感触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把心疼打在公屏上 书养宝宝 非常 真的很好 他们也说了这里面的歌是想给大家一种有希望的感觉 我想告诉他们 他们想做的 他们想表达的 对于我来说 他们确实做到了 而且 这首歌给我的感触真的非常的大 勾起了我特别多的回忆吧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跟音乐相关的东西 但是我受于各方面的原因 导致我一直没能去做 或者说 阻碍了我去做这些事情 我时常会想 如果我回到十一岁的年纪 我会不会那个时候就开始下定决心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我也会时常想 如果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 我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我会不会比现在更加积极更加乐观 但是就像他们说的一样 这首歌给了我希望 我虽然时常想回到过去 但我现在觉得我们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么最后 我写了一段话 想送给每一个看到这一期视频 并且看到这里的朋友 很高兴 认识你们 人的一生会看到很多风景 美好的 破败的 可有可无的 都会是你这一生 很重要的东西 他们都或多或少 教会了你很多 也让你放弃了很多 让你成为 现在的你 这并不是你的终点 我希望 这世界上有一束光是为你而打的 但无论是怎样的光 都一定会让你格外耀眼 我们不一定要回到过去 我们不一定要做好别人眼中的自己 时间回不到过去 但我们仍然要往前走 但是如果 如果时间能够被我掌控 时间能够自己享用我的rap 能够大声唠嗦 写着浓的studio 宝贝时间各地休 算了我的所有愿望 一直到最后 带着爱着望着天空 感觉时间不再流动 不让人生变得空洞 感到心情不再沉重 慢慢走行成功 时间就像渺小的子弹一样 在一瞬间就飞快地划过 时间它一直在流逝 希望时间能让我回到错过 时间让我失去了所有 时间到底要求我多久 这个世界如果允许 我希望能够从头开始 如果可以让我回到过去 我会努力做好那个你 如果可以让我回到过去 我会努力做好我自己 时间能不能变得再迈迭迭迭 时间能不能变得再迈迭迭迭